一收到情人節 很多人都會聯想到 代表農情蜜意的巧克力 但你知道其實巧克力 最早的起源 其實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嗎 在古希臘時期 巧克力的原料可可 還是神明的食物 巧克力它發展的歷史 非常的久遠 那當它發展到 瑪雅人跟阿茲特克文明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把可可 當成貨幣單位 應該是就太多了吧 對 其實我覺得 這也沒有很奇怪 就是因為以前我們是用珍珠 這種東西當成他們的交易 就是越多的東西越配當你 對 所以其實他們以前是用可可 再當作他們的貨幣 那這樣錢要怎麼換算 一個可可 它可以換一顆番茄 你想像一下你現在在菜市場 你拿著可可 你要去買東西的話 一顆番茄就等於一個可可 那如果說你是要買一隻兔子的話 大概就是十顆可可 對 以前的話會有買賣奴隸 所以如果是一個奴隸的話 就是要價值100個可可 大概可以換算那個等級 對 一個奴隸大概就是十隻兔子這樣 金針表示早期巧克力的喝法 得加入很多現在像黑暗料理的迷之香料 直到一個赫赫有名的商人出現 才有了牛奶巧克力 1875年的時候 這時候就有一個奶粉商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他叫Henry 對 他就是發明了一個牛奶巧克力 他把他們家的牛奶加入了巧克力 那這個人是誰呢 他就是雀巢的老闆 那是完美融合耶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反而 現在大家會吃那種 趴數很高很純的巧克力的比較少 更多在吃的都是牛奶巧克力 這真的是一個 偉大的 偉大的發明 偉大的結合耶 太厲害了 此外你可能不知道 原來巧克力裡面居然有蟲蟲 甚至在美國食藥署 還有明文規定含蟲量的合法性 就是可可他的製作過程 其實他會需要經過發酵 有一點像茶葉 那他要在通風的地方先發酵了六天 這個時候呢 就有些小蟲蟲 跑來吃我們的可可豆 所以其實呢 在美國的FDA 他們有明文規定 就是如果可可豆裡面 有含微量的昆蟲肢體 比如說他在吃的過程中 掉了一個小翅膀 掉了一隻手指頭 昆蟲的手指頭 這些都是正常的 都是合理的 對 那這樣一塊巧克力裡面 有多少種種 就是有規定 其實大概100克的巧克力裡面 有60個昆蟲肢體 不是60隻 大家不要解決一下 60個昆蟲的肢體算是正常的 目前市面上 有黑白跟牛奶三種巧克力 但你知道白巧克力 其實並不算是巧克力 它只是糖果 巧克力製作過程裡面 會有可可脂 可可粉 可可膏 那白巧克力呢 它是只留下了可可脂 就是脂肪 所以要有這三個都符合 才算是真的巧克力 對 沒錯 那白巧克力 因為它是用可可脂 萃取出來之後 再加一些香料啊 糖啊 牛奶粉啊 之類的做 所以其實白巧克力 只能算是糖果 它不是純的巧克力 對 不能叫做巧克力這樣子 其實我們小時候吃的很多 童年的一些記憶中的食品糖果 那些其實都算是薯糖果 它不算巧克力 本集的YouTube活力影片 分享了大家可以不知道的 巧克力冷知識 有很多跌破嚴近的知識 跟歷史在裡面 眾家寬敏北劍 將會持續透過活潑有趣的影片 帶領觀眾一起探索桃園 記者來回憶頭也報導